中電和港燈 明年的電費都會凍結 不過實際並非是沒有加價 兩電的基本電費都有加 只是燃料費下跌 互相抵消之下間接凍結電費 而由於政府2000元的電費補貼 不會延長 預料市民明年的電費 未必是少於今年 陳偉欣報導 來年的電費 兩電都說會凍結 是因為燃料費大幅下降 港燈基本電費 是1元9仙升了7仙 燃料費每度電收1毫7仙4 減7仙4 扣走已經用盡的0.4仙 地租及差響特別回購 完全抵消升幅 明年可以維持 每度電收1個2毫6仙4 而中電的基本電費 是9毫3仙7 升了1仙5 燃料費一樣減了 每度電收2毫8仙1 跌2仙7 一加一減 明年維持每度電收1個2毫1仙8 兩電和環境局上經濟事務委員會 交代電費的時候 被多個議員追問 為何這個時勢不是減電費 對政府未能夠游稅2年減電費 其實我們民建聯都是表示失望的 大家百業蕭條 經濟衰退 這樣的時勢 你都不好意思說加價了 應該是要立即減電費 我們整個電費的檢討 一方面是理解社會的狀況 另一方面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大城市 配合全球去減炭 是有很多投資的 不可以只看一遍 為何是一個凍結電費 是我們努力爭取的這件事 政府自年初向住宅用戶 發放一共2千元的電費補貼 到下個月給240元售元 有沒有得延續呢? 環境局局長黃錦昇說 現在還有每個月50元的電費 舒緩計劃幫助市民 另外疫情下 兩電的售電量都跌 有業員希望可以減慢發電機組的投資 減低基本電費升幅 但環境局就說 不應同因為一段時間疫情 以及經濟情況 要大幅改變一組規劃好的投資 有新聞記者一層慧欣報導